目前我们刚谈到了这种中医 就是说你说是一种控制论的方式 它只不过是跟它的双盲试炼 可能是不同的一种方法 但是并不能完全否认它 双盲试验是一种试验 就是experimentation 控制论的方法也是试验 科学要求试验 然后证明或者证为 这个就是对的 可是他们说这个中医 没有用双盲试验的方法 研究出来的药 就是不科学的 不对 没有经过双盲试验 我们经过了用控制论 作为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方法 已经做了试验 而且我们的试验已经试验好几百年了 适用的人可能好几百万 你说我们不科学 我们把病都治好了 中国的人口也是世界第一 2000年都是世界第一 人均寿命 香港第一 日本第二 台湾韩国中国都排在世界前列 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 但是人均寿命非常之高 而且很快就会赶上西方的水平 大家要问为什么 你要说我们是落后 为什么我们人均寿命还能超过你们 我们还落后吗 我们的无数病都能治 你们治不好啊 顾伯说 我的问题是 我们就 因为您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很长 我们就谈谈美国 您觉得在美国 中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觉得那个美国人呢 他从他的文化中啊 有一种这个pragmatism 就是这个实用主义 杜威啊 各大的教授 当时就提出过这实用主义 在美国的文化中呢 美国人和欧洲其他的民族啊 他们的原来的祖籍国 他们的文化都不大一样 这个所谓的这个实用主义 就跟中国的这个实事求是的传统 实际上是很相似的 他们就说 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有用没用 拿出来试着再说 试了有用 咱们就用 没用 抛弃 这个实际上就跟那个中国的这个中药 采用的这个控制论的方法 和试错的方法 是是一样的 这个 所以呢 美国人对待这个中药呢 实际上是挺网开一面的 呃他们说呢这个中药呢 作为营养补充剂 都是可以用的 呃 FDA不管制了 但是你呢就是 呃在用的时候呢 你呢如果做成那个OTC的药的话 你你写啊 你写你你别说你能治疗 根治什么什么病 或治疗好什么什么病 但是你要说呢 我对控制某种疾病的某些症状有所 有所缓解 这是合法的 在欧洲一些国家 中药一须不许不许进入 不许使用 使用就是非法的 呃 他们就不像美国人那么 实事求是 或者有这个实用主义的这个这个传统 呃 另外美国这个汤药呢 基本上是不管制的 呃 他们的这个中医啊 现在那个美国的这个 管制方法呢 不是政府管制 是行业自律 就是中医协会 然后中医协会 谁可以成为中医 谁不可以成为中医呢 用中医协会 他们自己内部有一个考试的方法 考试通过 就发一个 中由中医协会发一个 行医执照 你就可以去行医 包括针灸 这这都是这个行业自律 就不用不用政府来规管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呃 呃 可以使那个中医 那它的作用呢 可以得到发挥 呃 这个呢 有有很多的好处 一个呢 它实际上呢 是一种替代性的医学 而且呢 是这个 是一种不同的医学的范式 实际上呢 和这个占主流地位的西 西方医学呢 是相辅相成的作用 你呢 它无数的那个疾病啊 或者是多重的疾病啊 他们西药让你吃吃七种药八种药 吃到最后 你病还没好了 你被这药给毒死了就 而且达到一定程度 你的医生也告诉你 也会告诉你 你不能再给你增加药了 因为你的七八种药 每一种药针对一种毛病 它是头痛治头 脚痛治脚 就把人看作一种机体 可是 人是一个有机体 它的各个系统 都是相互关联的 相互联系的 这些联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们就是西方医学 解剖学 发展了这么多年 也不能完全搞清楚 人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复杂的联系 到底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联系 到现在他也搞不清楚 那东方医学呢 从一开头 就把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心末水火土 阴阳 他们说这个人哪有精末水火土 这不胡说八道吗 阴阳我也看不见精末水火土 那好 咱们给换一个名 行不行 ABCDEFG 阴阳就是AB A和B之间有关系 然后呢 那个金末水火土 我们ABCDEFG 他们之间 这个变量和那个变量之间有关系 然后这两个变量 和另外三个变量之间有关系 我们根据 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实证的经验 证明 这几个变量之间有关系 而且我们怎么对付它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们就给你一个配方 这个配方呢 把你这些所有的病情都考虑到了 而且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配方里的药 都是政府允许卖的 都是那 它的里边的 这个物质是明确的 这个比如说地柠檬西 橘子皮油 我现在陈皮 对吧 不光是陈皮 我知道里边也有地柠檬西啊 而且政府也知道 政府允许卖的这些东西 都是已知的药 不是大森林里边临时发现的药 发现药 李时珍没吃过 大家不敢吃 对不对 你也没经过FDA的研究 这个 我们不敢吃 他说先别卖 这是合理的 对吧 你研究以后 发现无毒 你再吃再用 就好了吗 而且那都是食品级的 你害什么怕呀 美国人民就不害怕 美国政府也不害怕 他们允许人民用 所以才有 新泽西Burgan County 亚裔妇女 人均寿命97岁 这个结果 如果中医中药 像欧洲那样 上来全部禁止 禁止销售 禁止进口 那也不会出现 新泽西Burgan County的亚裔妇女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寿命的一个绩效 就不存在了 就全一样了 和白人黑人 大家都全一样了 因为大家只有西药可以用 没有其他的药可以用 然后呢 你再用七八种毒药 你还没治好呢 全被西药给堵死了 我就差点被西药给弄死 说真的 所以呢 这个所以美国呢 是还算是比较 比较 比较恰当的一种态度 我的希望是呢 这个 各个基金会啊 包括美国政府呢 应该呢 花更大的力气啊 在这个 替代医学 植物性的这个药 方面呢 花更大的精力去研究 真正搞清楚 它里边的有效成分 到底是什么 现在日本呢 实际上已经取代了 很大的进步 它知道里边很多很多成分 到底是什么作用 然后哪些作用和哪些成分 和哪些有效成分 相互配合在一起 就比较有效 这个 而且呢 它把人作为一个 有机体 一个整体 来看 来看待 来治疗 所以也得 也导致了 在过去 十多年中 日本曾经是 人均预期导致命 世界第一 虽然当时 日本的人均 收入 还远远的低于 西欧 欧洲和美国 当时 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香港 现在是世界第一 它既是一个发达地区 又是一个 可以同时使用西欧 也可以使用中药的地区 那么 就是说这个 而且呢 如果这个中药在美国 能够得到进一步研究 更广泛的使用 中医的培训 得到这个调整 进一步的加强 普及 现代化 使那个中医的那些术语啊 让我们搞清楚 到底 比如说吧 阴阳 还有气 血 还有这个金木水果土 把它变成为 西方医学 可以医解的概念 到底是什么东西 把它的这个 functional equivalent 它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东西 真正搞清楚的话 那就是一场医学革命 而实际上这医学革命啊 我们的公司 实际上 从理论上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是下一步就是 让它市场化 我们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如果我们这个 所有的东西 产品推出去的话 我认为可以带来一场 人类药学和医学 甚至经济学 社会学的一场 一场非常大的革命 然后西方医学 都会服气 中医也会服气 为什么中医会服气呢 中医现在只 大多数中医只知道 橘子皮 他不知道橘子皮 到底有效成分是什么 大多数大多数中医 然后大多数中医说 我们扎个针 我们通气道 气道在哪啊 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看到 咱们西医和中医结合起来 行不行 用一个PEPCT 你给一个病人拍片子 实时的这边扎针灸 那边呢观察 看看呢 他有没有真正的 让人体内部的 肌肉组织也好 里边的这个各种的循环系统也好 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 有没有所谓的气道 如果 如果发现有这种所谓的气道 那看看 他的这个气道和这个西方医学 所这个了解的 这个系统 到底是什么系统 比如说是内分泌系统 还是这个血液循环系统 还是这个各种线体的分泌物的流动的系统 还是这个氧气在身体里的循环的系统 我们用CTPEPCT 我认为是能够看清楚的呀 但这种研究 据我所知没有 如果我们把 把这个西方的 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 和我们的传统医学 所获得的经验性的证据 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的话 得出的结论 那如果在全世界推广的话 那就是一场革命 而且普及以后 美国的这个医疗保健方面 花的这个钱可以大幅度下降 这个不是现在的18% 能够降个10个百分点 都是可能的 因为 我们公司生产的 这些氨基酸水平的植物体育剂 生产真本极为极为的低廉 非常非常低廉 有的就几分钱的事 非常低 那如果 而且终身 已经瘫痪了几十年的病人 这药一用 就人立刻站起来了 那残疾人的数字大幅度减少 人的预期寿命大幅度增加 无数以前吸药治不好的病 非给人毒死也治不好的病 而且把人当机器 头疼给你治个 开个头疼药 脚疼给你开个脚疼的药 可是给你治头疼的药 又把脚的疼变得更疼了 把你肝也毁得差不多了 把你肝给毒死了 把你肾也毒死了 你说他头好了点头部疼了 可是肝要死了呢 你人还不照样死了吗 他们这个医学的方法论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说一定这个 我所谓的这个中药 这个替代性的医学 这个医学的范式 就是要大家合作 这个一起来寻找一些更有效的 改善我们人类福祉 使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健康状况得到 长足的改善 人类的寿命 得到长足的提高的这个方法 才是一个正道 而且呢 这这在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 现在就需要找的合作伙伴 找一些投资者 和我们合作 把这东西怎么样推向市场 也包括医学研究院 我们都愿意合作 谈判双方谈判 而且以尽快的速度 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些技术 如果真能够推广的话 全人类的寿命都提高20岁 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们有我们有很多的非常绝的技术 实际上是西药和中药之间的 一种东西 因为中药大多数都是厨房药 都是化学物质 他们研究化学物质的方法 他们无数的副作用 他们只是使副作用尽可能小到 不会让人死掉的程度 可是我们的这个物质都是可以吃的 食品级的 都是没有任何毒性的 所以而且呢 它的化学结构我们都清楚 生物有效成分都清楚 都是讲出来这个术语 都是西方的这个术语 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所以就等于把那个几千段的中医的研究成果 它的范式和西方医学的范式合二为一了 就能够把它合二为一 就成为人类的医学 在那个技术上 然后如何再进步提高 那就以后要做的事情 欧洲问题很大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禁止 一律禁止这个中药进口 有一些中药 他们发现一些有毒的物质 禁止进口 完全有道理的 比如说马兜灵素 马兜灵素 还有比如说什么朱砂 有一些这个有毒的物质 西方经过检测 发现有毒禁止进口 我是完全支持的 我同时认为呢 中国也应该从它的中医药点里边 把这些西方新发现的 如果中国经过自己研究 也都应该是可以重复的嘛 发现如果也是有毒性的话 那些药呢 也应该从中国的植物药的药点里边 跟它删除掉 因为这个毒性超过一定程度 用起来就危险性 超过它的益处的话 就应该是不易使用 有这么一些 这个政策我是支持的 这个是欧洲很多政府 都是基于这个理由 但基于这个理由 他们把很多国家 把宗教全部禁止 这等于是 你把洗澡水和那孩子 一起扔掉了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顾博说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们总结一下 也就是中医了 根据您的观点和您的体验 应该是对治疗各种疾病 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并且绵延几千年 可以说中医西医的结合 甚至会为人类的寿命的延长 为人类的健康 做出它巨大的贡献 那么我给您一个问题就是 目前武汉的肺炎 看来还没有得到遏制 还在蔓延 最近上升的特别快 有时候一天就上升几千 那么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给这些病人呢 我的一个建议 首先如果一时半会儿 这个医院还不允许进去的话 不妨自己在家里立刻用 就是如果自己不明确 到底是不是新冠病毒感染 还是就是普通的感冒 这个普通感冒治起来是 应该是很容易的 中医治起来很容易 什么呢 营窍解毒 领阳解毒 领阳解毒就是发烧 发烧就用领阳解毒 咳嗽的话就用桑菊感冒片 要有咳嗽 一般的话呢 就还没有得 就是一半的这个治疗剂量的营窍 比如说治疗是四片 你为了防止两片 一天两次 吃三天 有可能能就是防止 一般性的感冒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 也有可能能防止 这个新冠感染 我当时这个03年去中国 我就吃了那个 事先吃了那个营窍解毒片 减半吃 我03年回北京 我也没 我就没得那个SARS 没得非典 我们一家人都没得非典 连感冒都没得 所以呢 一个是防 营窍 如果那个政府没有宣布 有什么其他的 有效的那个中药可以防的话 我建议营窍 因为这不是我 胡说八道 是我的医生 我的医生 是第四代的 御医的后代 他有了将近50年的 从医的经验 从他父亲那儿学来 而且呢 你看他能预测 扎针完了 温度从40度降到37度 半小时之内 而且说还会反弹 反弹到38度 全部是准确的 显然一件 他不是治了 就我们家人一例 他肯定治了 只不定多少例 他才有这个预测的能力 他不是拍脑子拍出来的 因为我们都用 都是表示了 都是准确的 然后我们再去抓药 三天就好了 所以呢 一个是房 还有治呢 如果进不了医院 我就建议 用那个李光熙先生 李光熙医生 他们在那个武汉 用的那个配方 这个配方在网上都能查到 自己到药房里去买 买了就给自己 如果如果搞不定 不明确 到底是 是不是冠状病毒感染 就用那个配方来试 来试的话 如果你试的话呢 有可能就给你治好了呀 那你连医院都不用去了 反正他们也不让你去 也没有床位 对吧 那么 房呢 你家里其他的人呢 一个是尽可能和这个病人少接触 把他放到一个单独一个屋子里头 然后要进去看他呢 戴口罩 你自己要事先吃点营销 吃三天 然后呢 给他呢 用这个李光熙的那个 就是中国广安门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呼吸科主任 李光熙医生 他们用的一个传统的配方 都不是他们俩想 都不是他们几个人想出来的 因为这个配方已经成功的治好了 八例 这个冠状病毒感染者 其中六例是重症 都出院了 他们不会骗人的呀 如果进不了医院 我建议就直接上这个方子 就是 就是 比你在家等死好 这是一个建议 还有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呢 如果医院啊 收容了 这些病人 轻症也好 重症也好 所有的病人 只要一进医院 在确诊之前 因为他这个确诊呢 是需要时间的 我不知道现在确诊时间 已经快到什么程度了 几个小时 一天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建议是呢 只要一进医院 不管他 我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是冠状病毒感染 立即 就给 喂 这个 这个要叫什么 人参拜毒伞 人参拜毒伞 是这个太平惠明 和济方菊 这一组料里边的一种 专门 是 他们说呢 是中国治疗瘟疫第一方 中国历史上治疗瘟疫第一方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 基本上没有发生过 像欧洲历史上发生过的 如此大规模 造成如此大规模死亡的 那种瘟疫 中国没有 中国人呢 这个记这个历史啊 是最 清兴业业的 比这欧洲人记得还要详细 因为中国人就喜欢研究历史 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记得是非常详细的 要有像有欧洲发生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瘟疫这种病啊 尤其是李光熙医生率领团队在武汉已经试验成功的这个背包 是可以用的 那么我我建议呢 在这个医院里边 这药都准备好 汤药也好 这个浓缩颗粒也好 最好应该是汤药 为什么呢 在治疗浓缩颗粒的过程中啊 多少会有一些 挥发 有一些有效物质的挥发 尤其是油性 这个油性就容易挥发掉 所以如果能够做成这个汤药呢 就可以把百分之百的有效成本 基本都给保留住 那就做成汤药了 也很容易的呀 一个人多少分量汤药都全准备好了 这些病人一进医院 因为这食品级的等于是喝杯水呀 立刻就就喂一杯水 喂一杯这个药水 也就是这个中药 然后就观察 比如他有微烧 或者烧比较高 在那个确诊的那个 那个东西 确诊的那个结果出来之前 立即开始喂 所有的人 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 一个程序 所有人都马上就喂 喂完以后观察 观察这个疗效 一天也许需要吃三到四次 甚至报期五次 然后观察结果呀 一天过去了状况怎么样 两天过去怎么样 如果发现大部分人都好转 那就对了呀 那就坚持用啊 用三天就好了好了 然后白白了就走了 下一批病人 就腾出一大批病床来了 如果不好 那么就说有可能是那个线是平的 达到一个 一个 一个高坡啊 但是也没有恶化 也算进步啊 这也算进步啊 他没有恶化呀 那么如果如果恶化啊 然后呢再加上呢如果确诊也是这次这个冠状病毒感染啊在吃了中药以后恶化我很难想象啊顺便说一句吃了中药以后会恶化 除非你自己瞎用配方 你瞎用的配方没有没有历史证据支持的也没有这个李光熙医生经过在武汉的治疗的实践证明的配方 比如我给你写一配方那肯定你别用啊 因为我我我没拿去试验你你听我的我说我说西瓜啊加那个李子青李子你你你你不用听我的对不对 嗯嗯 虽然吃西瓜和青李子也会有点用有点良性的会会有点用但是就是你试验他们的这个这些方计啊 在医院就是而且呢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节省资金因为现在资金太重要了 你现在到全世界去采购特效药首先采购不到第二你就是采购到一些特效药啊或者说是半有效药 比如说治艾滋病的一些什么药啊还有治其他的一些病的一些药 然后你自己还得配还得搭配那钱也是很多很多的呀 而且有些厂家有可能趁这个机会会涨价呀 可是你那汤药你你这些草草本植物那个店里的都有的呀 你拿来你你用高压锅啊 高压斧他们专门有有这种有这种东西啊 医院里都有煮一下把那个挥发油都保留在里面 让病人服用静观结果我觉得奇迹会发生 大家会发现可能成百上千的人几天之内就会被治愈 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等事情呢应该是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针灸 针灸如果现在的国内的中医不会的话 我会推荐我认识的那个中灸 就给我亲戚扎针的 因为他爸爸喝完麦以后让他喝完以后 跟他如此一般说了一番耳语了一番 因为我我没听见他跟他爸爸跟他说的什么话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了我也不会扎 但是呢是前前身的大概十几个穴位 后背的十几个穴位 扎完以后25分钟退烧 这个方法呢如果有别的中医那个针灸师知道的话 应该立即在全国普及 立即在全国的这个治这个冠状病毒 这个病人的医院里边 立即普及 一方面喝这个汤药 同时要发烧的话就扎针 越高的烧越危险 就越应该立即开始扎针 那你们可以观察吗 科学不是要证伪吗 咱们证伪一个事实 如果证实了有效 那就坚持用 如果证实没效呢 那也得想想 为什么有别的例子是有效呢 那是不是你的穴位没选对啊 还是你这个扎的深度不够啊 还是你那个针灸师水平太差了呀 这些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啊 不应该一看一个人不管用 就放弃了 这也不是科学方法 对吧 那个要总结经验教训 这个就要试错 不断的试 错了 改 再试 错了 再改 顺便说一句啊 他们这个西方有一个商学院 都有一个练习 很多商学院 包括哈佛 包括业务 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呢 让你商学院的学生 每个人给你25根 那个通心粉的面条 然后呢 给你一颗棉花糖 给你一段线 给你一把剪刀 给你一点这个 这个塑料胶布 透明胶 规定时间 一个班 比如40个学生 分成四个人一组 或者三个人一组 很多组 然后去实验 在18分钟之内 让你用这28根通心面 搭成一个结构 然后在这个结构上呢 把这个棉花糖放上去 而放上去以后呢 这个你搭的这个 同心面搭的这个结构 还能自己独立的站住 不会倒塌 然后呢 老师看着手表 宣布开始打个比赛 三四个人一组 这一般十几个组 结果呢 就 然后呢 你搭这个结构 谁是胜者呢 你搭的结构最高 你就是赢的赢家 越低越差 而且那个高的结构呢 棉花糖放上去啊 你这个结构不会塌掉的 棉花糖也不会掉下来的 你就赢了 这个这个实验呢 他们在这个商学院里用 也呢 用了在无数的不同的群体里做过实验 比如说 在那个律师里面 做过实验 教授 会计师 儿童 这个 本科生 不同的群体 还有CEO 大公司的小公司的CEO 还有呢 CEO加上他们的秘书 这个组合进行实验 最后你猜 哪个群体 最成功 18分钟时间 用25根通心粉 上面放棉花糖 能呆住 高度是最高的 哪个群体做的做的最棒 你猜 上级博士 你再说哪几个群体 再说一下 哪几个群体啊 这个商学院 商学院的学生 教授们 呃 研究生 呃 律师 孩子 呃 这个 会计师 呃 这个 CEO 大公司 小公司的CEO 第一把手 还有呢 就是第一把手 加上他们的秘书 这个组合 就这些 这些群体 当然他们也是过其他群体了 这是这是一些主要的 你认为这些群体里边哪个群体 后来结果做的最好 就架子最高啊 棉花糖带上去 不掉 我觉得呃 可能 呃 CEO 加秘书 可能是做的最好 ok 呃 呃 呃 啊 像我们都已经忘记怎么玩牛戏了 第二个呢 我觉得孩子 他没有顾虑 他没有很多限制 所以他呢 就是没有那一种挫败感 因为我们肯定都是想 这样肯定不行 那样肯定不行 所以他没有进骨 这样呢他有创新意识 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 你回答其实挺到位的 你的那个你很有洞见啊 呃 张博士 那个 那个 他们那个对这个呢 有很多的分析 实际上这个游戏啊 叫做那个 通心面与棉花糖的游戏 上网大家可以查的 呃 到目前为止 大概已经有将近上百万人 全世界上百万人 做过这个游戏 而且他们就谁 哪的人得第一 多高 都是公开报道的 上网都可以查的 的确 反复试验证明 都是孩子们 最成功 那么他们呢 就观察 观察这个 不同的这个类别的人啊 他们的行为 很有意思 呃 有些组啊 这个 就 也许应该是知识越高的人 呃 有时候呢 就越容易呢 坐在那儿啊 坐而论道 大家都讨论 花时间讨论策划 啊 讲理论 呃 切磋 结果呢 呃 切磋半天 呃 再上手的时候 时间不够了 因为他 他一个是他强调理论 二是呢 他不愿意 尽早的上手来试 就是 这是这是他的问题 呃 呃 还有 呃 他们发现呢 就是 因为岁数越大啊 呃 知识越多 呃 我们的这个假定啊 越多 我们有很多 assumptions 比如说吧 这个通心粉 是多硬 我们虽然不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呢 因为我们整天吃通心粉 我就 我就 我认为我知道 我假定我知道这个通心粉多硬 我也假定这个通心粉能支持住多少重量 可实际上我知道吗 我我 我这辈子我也没拿一个通心粉去试一试的棉花糖 多大的棉花糖多 可以站在上面 不会掉下来 会呆住 这对所有人是大家都平等的呀 可是知识越多的人呢 他有无数的 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假定 他不去测试 他就认为这些这些假定都是 真实的 都是对的 我也不用去测试 或者是老师交给我的 都是正确的 啊 就是 那么 CEO 有意思 CEO的做的结果呢 不如CEO加他的秘书 为什么呢 也挺有意思的分析 因为那秘书啊 street smart 那秘书整天要动手啊 这个 处理文件啊 帮着那个 CEO打包啊 这个有很多这个实务的事情 他要动手去操作 然后CEO呢就是拍拍脑袋 发个指令 对吧 但是CEO他也很聪明呢 他会抓总 从总体来策划来补局 可是光CEO 他光他自己 他的绩效 反而不容CEO加他的秘书 因为他们俩人相辅相成 CEO的弱点 他他不知道打包怎么会打 怎么打包啊 对那秘书打包打特好 他们俩一相辅相成 哎 绩效比他们好 一些教授们呢 整天就是坐而论道 全思辨 只动嘴只动口不动手 这是他们的弱点 这个 而这个练习呢 是需要动手的呀 这孩子们啊 很有意思 孩子们 你说他爱玩这个玩具哈 这是对的 但是孩子们呢 他跟这个 咱们成年人不大一样 他没有任何这种假定 他不知道 他可能这辈子吃通心面就吃了一次 他没有 他不能够假定这通心面有多硬 到底能够支持 支持得住 还是支持不住这棉花糖 他不知道 所以怎么着呢 他上来 他们几个人稍微几分钟 大家一商量 马上就开始 一根通心面往那一戳 两根一戳 马上很早的时候 那十八分钟很早的时候 几分钟 开始把棉花糖往上放 呃呆住呆不住 呆不住 我再搁一根面 能不能呆住 直到试验完了 能呆住 因为他没有先见之明 所谓先见之明 就是assunction 假定 没有假定的 咱们认为咱们的假定都是对的 可是咱们假定都没有测试过 对于这个 对于玩这个通心面支撑 棉花糖的这个试验 咱们都没有做过 咱们以为咱们做过无数其他的实验 咱们人身阅历很丰富 咱们就是什么东西都懂 也不用再测试了 可是孩子们 他没有这个包袱 上来他就上手 就测试 测试 行继续往前走 不行 拐弯 变通一下 换一个方法 再测试 结果最后结果 全世界测试 全世界 第一 我忘了 第一是结构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是第一 孩子是第二 结构工程师大家都可以理解 他们就是玩结构的 对吧 盖房子玩结构 他们很容易弄出来最高的 而且他们也会去 他们知道要测试这个面的硬度 他们懂 他们结构工程师吗 要支撑多重的东西 咱俩不是结构工程师 所以如果我们把结构工程师拿掉的话 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最棒的 你把他们拿掉的话 孩子第一 这是大家一般不可思议的 但是事实就是 结果就是孩子是第一 他们用的什么方法呢 就是试错的方法 就是控制论的方法 而呢就是说 你有假定 但是你要测试你的假定 你不能上来就说你的假定是正确的 没有经过测试 你说你的假定是正确的 就是是正确的 那个中国系统性的现在歧视中医啊 不管这中医在历史上 人家测试了几千年都证明有效的配方 他现在说一律不许用 我们就要等待 西药 再研究几个月 出来 我们才敢用 在此之前中药不许用 用了就叫违法 就叫欺骗 我宁可让病人死去 我也不能测试 已经在历史上测试了几千年 经过几千年测试的重要 他们的智商还不如我们的孩子们 所以呢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 试错 控制论的方法 和孩子们的这种天真 反而让我们成年人 自残行贿 我们应该立即 调整我们的方法论 应该在合字外来思考 不管你的教授以前怎么教你的 你 我们现在用的试错的方法 控制论的方法 就是科学方法论 那些指责我们使用中药的方法 是伪科学 不科学 是迷信 是欺骗那些人 让他们去说吧 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让他们住嘴 不要理他们 因为我们要救人 救人第一 所以我的建议就上来就试这些中药 不灵 咱们再想下一步 连确诊都不用确诊 因为确诊还要等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这个病人有可能死掉的呀 你喝一杯水也是喝 你喝一杯药 这人家喝了几百年了上千年的 而且都是食品级的 你害什么怕呀 就给病人上来就喝嘛 然后这样呢 可以加快周软 病人好了马上出去 一批新的病人进去 好了马上出去 出去以后也许到社区啊 或者家里再隔离几天嘛 让他们家人照顾隔离几天 然后真正好了就解除了解除隔离了 而且人体里身体也会有抗体 这样慢慢就这个流行病就控制住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 给我们的强有力的历史史实 会再一次支持我们用历史上已经经过测试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征服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流行病 而不是仍然去等待西药经过多少月或者病毒经过几年以后 在成功以后再去用 那时候中国人要死多少人 然后再传播到全世界世界上要死多少人 所以从这个方法论上 现在就开始调整 而且能够节省多少钱呢 你想想 一个是拯救多少人的生命 二是能够节省多少钱 中国的钱也花得起 如果你按按这个西医的路子 人家在敲你竹杠 那你花到最后你就没钱了 你要你要上百万人感染 上千万人感染都治不好 你全而且你都等着西药 你再死几十万人再死上百万人 你是政权都有可能会崩溃的 你正因为你政权的精英 精英全死了 你这个政府怎么维持 你的社会怎么维持 这非常危险 而且我绝不是危言耸听 绝不是胡说八道 所以不能够再歧视中医了 这个中药针灸一块上 然后那个治疗小组 各个层次的 从中央到地方 患着双手掌制 一位这个有名望的 有经验的西医 一位有名望的有经验的中医 两个人作为双手掌 一块来制定治疗方案 这就是我的建议 我认为是完全能够征服 这个冠状病毒的 观众朋友们 顾为群博士认为 历史上的中医 对于治疗和预防疾病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仲锦的伤寒论 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 现代中医 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 使中医治病 具有了科学性 我们可以从中国 日本 香港和美国的大数据中 推荡出中医的显著作用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顾为群博士